2023年新加坡公开赛Super750 比赛第36进8 中国队男双组合仅剩梁王独苗苗 男单得比战比分惨烈 女单陈宇飞和冰娇逆转取胜 混双雅思组合势如破竹 女双最争气 男双方面 梁王独苗 强人不堪重任 梁伟坑 王场21比18 18比21 21比13 外围聪美郑凯文 梁王组合真的是越来越稳定了 看他俩打三局 我是一点都不慌了 王场的往前 梁伟坑的杀球真的是很不错 感觉拿到世界冠军之后 两人的信心也更加足了 精气神也非常的牛 在场上就是整一个自信 任祥宇 弹枪19比21 14比21骨喝灰 摘腾太一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这么好的签位都没有进八强 真的是太可惜了 还是期待下一个赛场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男单方面 得比战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战况激烈 相当精彩 十与七二比一路光组 今天的男单都是得比战 手心手背都是肉 石头和阿祖 今天都发挥得很好 两个人打完之后 再往前说了好久 好兄弟 希望下次能有好点的签位 不要这么早遇到 今天阿祖的速度给石头造成很大影响 关键分的处理上 石头更胜一筹 明天打奈良钢攻大 期待石头的发挥 毕竟这是个大魔王 李诗峰21比9 9月21日 21比19 文弘扬风仔和小翁前两局 真的是太精彩了 你疯狂杀我一局 我疯狂杀你一局 今天双方的表现都很精彩 不过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风仔展现了新科全英冠军的风采 更加的稳妥 小翁也很厉害 昨天嘎嘎帅 女单方面 宇飞大心脏 娇娇快强往 小翁在虐菜 月月遗憾离场 陈宇飞12比21 21比17 21比10 穿上沙慧奈 第一局结束的时候 评论区里都开始各种阴谋论 唱衰论 但是陈宇飞用实力告诉那些喷子 姐是奥运冠军 姐的实力在这里 不用担心 姐会暴冷 第二局适应之后 第三局就是大地降临 降维打击 王指一21比13 21比8 人凭蔡月 小王今天状态进入得很快 发挥得也很好 下一轮对战 安喜盈 希望能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技战术 敢打敢拼 坚定自信 和兵交 8比21 21比10 21比12 韩月 今天娇娇发挥得很好 月月也很不错 第一局打的娇娇 没有办法 但是娇娇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逐渐适应之后 加上又是内战比较熟悉 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大比分拿下 期待娇娇的后续比赛 下一轮对阵戴姿影 拿出敢打敢拼的气势来 坚定自信 一定可以 女双方面 凡尘组合 坚定自信 余嫌组合 空分成功 三队组合进八强 开心 凡尘组合 21比7 21比13 本亚帕 努特卡恩 陈姐和贾姐 真的是太顶了 世界第一女双的实力 就是这样 没办法 太酷了 明天对阵韩国女双 一定要上去 就打出我们的气势 打得他们说不出话来 加油 余嫌组合21 1621点16分 广上留一 加藤又难 姐姐和小贤 今天都发挥得很好 在场上 敢打敢拼 积极主动 不管是抢往 还是进攻的主动权 都在我们手中 整场的节奏 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李温妹 刘璇旋 2比0 辅导游记 广田采花 今天发挥嘎嘎好 在场上咔咔乱杀 希望继续加油 继续拼搏 女双 居然是本次比赛 最争气的一个项目 三队组合进入了八强 下一场继续努力 混双方面 雅思组合 降维打击 凤凰组合 雅思组合 21比12 21比13 马蒂亚斯 艾米利 我们哥姐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自从看了苏碑之后 感觉看哥姐的比赛 一点也不慌 就是感觉能赢 因为赢实力在这里 雅思太酷了 下一场继续加油 冯燕哲 黄东平 21比15 21比16 叶红卫 李嘉欣 东平 真的有在做好一个大姐姐的角色 小冯也要继续加油 期待更好的凤凰组合 明天对阵东渡组合 一定要打出自己的风格 和技战术 不要慌 一定要稳住 本资比赛 虽然男双失利比较严重 但是其他项目都比较稳定 女双也是三队组合 都进入了八强 值得祝贺 明天的八进四 女单方面都是硬仗 期待中国队的更好发挥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必胜 期待中国国家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